花林县摄影学会创会60周年特别安排了五大主题的摄影比赛 让会员们有机会可以大选身手 而其中难度很高的就是要拍宠物狗 摄影大师们追逐着活泼好动的狗狗身影 还必须配合光线还有现场的布景 捕捉瞬间的精彩画面 大师们说拍动物很难 不过也很有挑战性 好几只可爱的狗狗聚在一起 大中小型的宠物犬都有 有的温和的躺在主人怀抱 有的则是兴奋的在草坪上奔跑 而一大群的摄影大师们就举着相机 追逐着狗狗身影 要拍下最美好的瞬间 它是因为动态 它会有很活泼 那你要拍出它的活泼生动的感觉 那其实也是一个 对拍照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不过这也是我们拍照的最大乐趣的挑战 狗狗它第一个它很活泼好动 还有就是它的毛 很漂亮 所以我们要表现出它的蚁毛的漂亮 我们就采用逆光来拍 让那个毛发金光闪闪 这是花莲县摄影学会创会60周年的 系列活动之一 理事长简历记表示 今年安排了五大主题摄影比赛 要让会员们有机会大选身手 今天的从外拍事实上是本来我们要拍人像 就是小朋友的人像 但是疫情时间拍人像的话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我觉得就有一点扣分 后来呢 经过李坚士的想法 我们来拍高难度的狗狗摄影比赛 为什么呢 狗狗不会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边 那也可以挑战我们摄影师的技巧 所以今天早上是我们60周年的 一个纪念的一个系列之一的 在外拍拍狗狗的摄影比赛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成绩 狗狗呆萌可爱活泼调皮的模样 让人看了觉得满心欢喜 但摄影师们要捕捉最完美又最意想不到的画面 更是一大挑战 一个半小时的拍照时间 让摄影师们满头大汗 但看到自己的作品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宠物外男成功 借鲁会讲相报道